怎么回事 小青 别过去 她是个妖怪 万英就是被她杀死的 小青 是妖怪 凌云 干什么 杀了这个妖怪 事情一定不是小青干的 一定不是 那又如何 只要是妖怪都该杀 今天不杀人 明天她也会杀人的 我没有杀人 我们在一起相处那么久 你还不知道吗 那又如何 妖就是妖 没有什么区别 杀了这个妖怪 杀了她 杀了这个妖怪 凌云 你先听师兄的 先把剑放下 凌云 放下剑 你可是卓妖师啊 为什么非要塔会一个妖怪 就算我是妖 就该去死吗 让开 好 那我就成全你们 小青 小青 我 是 你是来抓我回去的吗 小青 你是做妖师 我使妖 人与妖从来不能相容 你真的能接受我是个妖吗 你 菩提脸 没有感应 要去什么地方找呢 小青姑娘 世界这么大 我们可真巧啊 走开 许久未见 你怎么能如此冷 我看看 快还给我 小青姑娘 可要找的是菩提脸 你认得 像我这么英俊潇洒 家财万贯的贵公子 这天底下的宝物 还没有我不认得的 菩提脸啊 就在临安 我这就带你去 这一路 定让你败倒在本公子的智慧与美貌之下 雷少爷 雷少爷您来了 把你们这里最好的房间给少爷腾出来 好的 少爷可真不巧啊 小店就剩一间房了 怎么能只有一间了呢 确实只有一间 雷少爷 您您可以下一次来 小青姑娘 你看 一间就一间吧 哎呀 没想到家家都满客 只剩一间 还只有一张床 今天晚上 可真是要委屈一下小青姑娘了 不委屈 小青姑娘 我保证 小青姑娘 今晚我住哪里啊 你不是家财万贯吗 爱上哪上哪 喂 小青姑娘真是太懂我心思了 滚 不好意思啊 这么热情又火辣的姑娘 可真是太喜欢了 就是这个家伙老是传入我们大王 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 看他下次还敢不敢 哼 来抓我呀 想要菩提脸就来抓我呀 来找我呀 想要菩提脸就来找我呀 是你吗 想干什么 大胆妖孽 敢在光天画日之下 抢抢梁家妇女 现在是晚上 那更过分了 竟然敢趁着月黑风高 抢抢橘色美女 小青姑娘不要怕 哼 还我来收拾他们 老大老大 就是他抓了我们 逼着我们对你动手 对啊老大 我们对你的忠心 可是天地可见呢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没想到他们是 小青姑娘的腰啊 还真是 不是一家人 不进家门啊 谁跟你是一家人 菩提脸到底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帮我 帮人还需要理由吗 更何况还是小青姑娘 我的真心你应该 如果我是妖呢 小青姑娘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是妖呢 那如果我是呢 小青姑娘 千万别开这种玩笑 就当我开玩笑吧 我们走吧 小青姑娘 最近京城有妖怪出没 这大晚上的 真是太危险了 害怕你就先回去 我才不怕呢 我可是英俊潇洒的林大少爷 真的有妖怪出来 我拿银子砸死他 小青 我已经证明了你的清白 但是你在哪儿呢 杀了你 就能拿回物件印啊 什么人 什么人 不急杀 什么人 哼 哼 我标准 你看来金车的法力又会不好吧 简如此 先杀了你 李修宁 我说 这一次 我们不会离开你的 李修宁 李修宁 杀了你 小千姑娘 小千姑娘 还有别人 今天就先放过你们 李修宁 我的天哪 你这是怎么了 李修宁 李修宁 大胆妖孽 竟敢闯到郑魂司来 进了大殿 上次也是这样 师兄 你到底想隐瞒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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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